你们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丰田公司的动态 丰田公司表示他们的工程师已经解决了油门踏板的问题 目前丰田公司因为他们踏板问题而召回了几种最流行车型的400多万辆汽车 丰田星期一向消费者道歉并且表示修理工作将尽快开始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丰田公司说更换部件应该在几天内就会到位 星期一丰田美国销售总裁基姆兰茨发表了正式道歉 我们辜负了顾客的期待 对此我们深感抱歉 对于丰田来说顾客的安全与满意是最重要的 我们正在加倍努力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 丰田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安装踏板时增加一个金属条以消除摩擦力 据信是摩擦力使得踏板不能回弹 而造成汽车突然加速 丰田问题汽车的四分之三在美国市场 召回预期日后会扩大到欧洲和中国市场上的丰田汽车 丰田欧洲公司的发言人 丰田公司已经基本上宣布了我们所发现的问题 找出并确认了解决油门踏板不能回弹问题的办法 这是相当简单的办法 将会在美国和欧洲市场尽快实施以解决油门踏板问题 丰田公司上个月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 终止了问题车型的销售 关闭了北美的五家制造厂 整顿工作预期将会给丰田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 不过汽车工业分析师凯恩说 丰田所面临的问题是信誉急剧下跌 或许下跌的程度是无法预期的 云门踏板召回于早些时候 因为脚踏垫引起的踏板不能回弹问题是不相关的 两次召回总计影响到了全球800多万辆汽车 丰田销售商计划每天24小时开放来修理有问题的汽车 这个过程预计要持续长达五个月的时间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